台南的五所棒球名校 组成的台南市少棒代表队 在台南市府副秘书长刘世忠 还有协进国小校长洪荣进的领军之下 最近抵达了美国的洛杉矶来进行训练 甚至和小马联盟美国队来切磋 进行了三场的友谊赛 从比赛中学习美国队的打球优点 拿几出去 哇 又是一只拳雷打 令全场来为小球员们加油的侨胞欣喜若狂 台南市少棒代表队 以地训练与小马联盟美西队进行交流赛 在经过多日练习后 小球员们以赛代训 拿出辛苦练习的成果 球场上四气高昂 球技精彩 插亮台南市少棒联军的招牌 我是陈瑞峰 我来自从学国小 大列就是双 耶 他是老板手 而明白打造出一只优秀球队 背后一定会有一个 默默照顾整个球队的推手 因此代表队还搭配一位防护员 梁彦竹 特别的是他还是球场上少见的女性防护员 专门照顾球员健康与防止运动伤害 是让每一位小球员无后顾之忧 去比赛的无名音池 女生的防护员也越来越多 我主要的职务就是去照顾他们的身体健康 然后再来就是在运动场上面 帮他们做预防的贴渣 然后还有一些即时状况的处理 台南市少棒代表队历史悠久 曾两度获得世界少棒锦标赛冠军 也培育出旅外职业棒球好手郭泰源 王健民 郭洪志等人选在美国集训 除了观摩美式球风之外 更是借着集训培养比赛默契与凝聚团队士气 为2017年首次在台南举办的 第三届U12世界杯少棒级标赛 积极备战 东山新闻李中尧 魏宽 李鸿正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